一个自称东营霸刀的男人 远渡崇洋挑战中原各派 先后杀死了少林峨梅等三大门派的掌门 如今更是来到了武当派 武当乃是中原四大门派之首 若是也败在霸刀的手中 那么整个中原武林将会颜面无存 而作为绝顶高手的霸刀 仍未到刀先制 仅凭一把旋转的龙头宝刀 就将武当弟子逼得连连后退 显然还没有动手 霸刀就已经取得气势上的胜利 武当掌门不愿卫战先妾 当即上前放出了狠话 霸刀 你自视东营魔宫厉害 前来挑战中途武林同道 你已经残害了华山 峨梅 少林三派掌门 今天 我绝对不会让你活着加弹 眼见霸刀站在原地面无表情 武当掌门选择率先出手 一剑挥出带起地上的枯叶 枯叶顿时化作锋利的飞镖 一股脑子袭向了霸刀 然而霸刀只是风轻云淡的一记格导 便轻松化解了武当掌门的杀招 将无数的枯叶打退了回去 武当掌门剑撞不敢留守 运起全身内力使出了巅峰一剑 不曾想霸刀只是举起龙头宝刀 就轻松接下了这一剑 紧接着霸刀一掌挥出 将武当掌门的长剑震成碎片 武当掌门也被强悍的掌力击飞出去 吐出大口鲜血受了极重的内伤 霸刀用出了他的40米大刀 一招秒杀了武当掌门 其余的武当弟子健壮 愤怒地杀向了霸刀 可惜只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霸刀再次用出了40米大刀 不仅秒杀了袭来的武当弟子 还拆掉了武当派的紫霄宫 令整个武当派颜面无存 画面一转 被称为武林神话的绝代双胶 将飞于河风无缺两大高手 早已厌倦了江湖恩怨 带着妻儿隐居在百花 可很快四个人的到来 打破了两大高手的平静生活 来人是四大门派的代表 为首的叫做贺云天 乃是华山派的大师兄 他们四大门派的掌门 全都惨死在霸刀的刀下 当今武林能与霸刀一战的 只有被称为武林神话的余缺两人 因此四大门派前来相邀 希望余缺两人能够重出江湖 阻止东营霸刀维护武林 余缺两人分别看向自己的妻子 在得到各自妻子的允许后 答应了前去迎战东营霸刀 你就是霸刀 霸刀没有回答风无缺 只是紧紧握住了龙头宝刀 事到如今说再多也是无用 不如凭本事一决高下 余缺两人也明白了霸刀的意思 纷纷拔出手里的长剑 与霸刀展开了巅峰对决 杭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霸刀经过短暂的交锋 就看出了余缺两人的实力远远超过所谓的四大掌门 因此他也不再留守 先是一招横扫千军 再是一招乾隆出海 而余缺两人同样不甘示弱 用出了火龙神功和破斧沉舟 与霸刀打的是难解难分 瞬间化身拆家达人 将四周的房屋拆得七零八落 二十招过后 三人有默契地回到了街上 霸刀用出了他的最强一刀 余缺两人也用出了最强一剑 刀剑碰撞引发剧烈爆炸 浓浓的白烟弥漫开来 将三大高手笼罩其中 等到烟雾散去 竟是一个不分胜负的僵持局面 能跟两位同步于尽 霸刀死而无害